我是美国的空军 他们的太空官员 他们讲的一个 他们现在对中国所有东西 什么都最有兴趣 神龙 神龙是什么意思 他说以前美国最厉害是什么 X-3GP X-3GP是来无影去无中 它可以在天空飞700多天 780天 然后呢你只要一上去以后 你找不到任何的中机 找不到任何中机的时候 有人讲还可以执行很多神秘的 神秘的工作 就没有想到 现在中国竟然魔法X-3GP 也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飞机 更可怕的是 这个神龙跟X-3GP 竟然在不同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相继起飞了 对 这两个礼拜中美是科技大战 而且战的是什么 战的是太空飞机EUA 美国的X-3GP 过去执行过七次的任务 而且它最难的是 世界国国没有办法做到 像它的科技 是可以飞到太空之后 可以进到太空的同步卫星轨道 所以它的时速可以达到220 达到25倍的音速 等于一个小时内 可以在太空达到地球那个角度 如果它从那个角落攻击地球的话 它可以超过音速 所以没有人可以拦截到这么重的飞难 如果它丢飞难下来 对 而且它飞到天空之后 它可以攻击或去收集卫星 等于别人的卫星可以被它没收掉 接下来它还可以去观察 中国的太空站最对接的时候 它还据说还神秘躲在旁边 你说当时神舟跟天空跟神舟 两个对接的时候 它躲在旁边看 因为它飞上天之后 没有人知道它跑到哪里 因为它可以这一次 像它这一次两个礼拜 这礼拜上去的时候 它去飞到三万五千公里外的 同步卫星拐道 是飞得非常高 而且这一次用的是 猎鹰再重火箭 是重型火箭 是世界上最重的火箭之一 是SpaceX 马斯克的公司 所以用 它还跟SpaceX合作 对 所以合作的地方 奇怪的是 它这一次为什么要 再很重的东西上去 因为它用的是重型火箭 而且飞得非常的远 你用的非常重 你又非常的高 就代表以后 你不但是可以侦测 你不但可以在一个小时内 攻击地球所有的目标 你还可以在核弹 甚至 你还可以运送 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上去 所以它这次 是不是带核弹去实验 实验说 它可以在一个小时内 因为它跟着同步卫星轨道 一直跑的话 速度非常的快 它跑到的时候 把东西丢下来 你是根本没有办法拦 那中国现在也做 一个一样的东西 神龙 而且大家追说 它在发射的过程里面 它也不断地丢东西 丢了六个物体 所以中国也发展出太空飞机 它可以来 从太空跟地下 可以来回穿梭 跟S-30B的功能一样 而且它这次飞上天之后 又不一样的是 它竟然在太空中 低轨卫星 丢出六个神秘的东西 这三个六个东西 不是太空垃圾 它还会发出讯号 有人怀疾是低轨卫星 或通信的设备 而且中国在偷科技的时候 还完全不一样 它这一次也实验 可以在海上发射火箭 而且它的重量 号称全世界最大 所以太空竞赛 中国是不是已经追上来了